千万别养这四种猫 第一种 大懒猫 别人吃饭 他睡觉 别人玩豆猫棒 他睡觉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睡觉 太阳落山的时候 他还在睡觉 躺着睡 趴着睡 蜷缩着睡 吃饱了睡 没吃饱 他也睡 常常的一天里 他睡醒的时间 不超过五分钟 这个时候 只有一件事情 能让他醒来 AP蛋 刚好成绩出来了 第二种 贪吃吗 贪吃顾名思义 就是吃得多 而且什么都想吃 为了吃 可以牺牲一些个人利益 比如 他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随意录 只要有吃的 想抱多久都可以 但是 你会发现你越来越穷 而他却越来越胖 他越胖 吃得就越多 他吃得越多 你就越穷 可是能怎么办呢 他已经越来越胖了 你只能越来越穷 于是 越来越穷 看来越穷 第三种 高冷猫 这种猫小的时候 活泼可爱 长大之后 就谁也不爱 主人打工一天回到家 啥事也不想干 就想要一个温暖的抱抱 外加清清小脸蛋 好家伙 不挣扎也不反抗 只是用一张高冷的厌世脸 盯着 仿佛他已经对一切 都不再有感情 包括厌恶 是一只正常的猫吗 第四种 智慧猫 伴猪吃老虎说的就是他 有一次我们在玩三子棋游戏 我先发指喵首局获胜 皮蛋心中不服 可是也没有办法 毕竟 随后第二局 摄影师说 打过年的就让他一局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让皮蛋的自尊心彻底崩溃 但是他不露神色 继续扮猪吃老虎 让我放松几天 就在我以为自己大局已定的时候 他突然来了一个反射 大迷了 这件事情 让我在之后的时间里 每每想起来 都懊悔不已 你说了这么多 那到底要养什么猫啊 我推荐 皮蛋 超棒